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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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的 嘉义地区的污染 大部分从中部这一段出来 所以我们两个人 一中一男就是那位把这里爱倒 那我本歌是張季的小歌一集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哎呀! 哎呀! 哎呀,我愛我 笑死我了 哎呀! annual 陣子 喵, transfers Voc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段影片是一位叫張家安導演拍的 他本身是麥謠人 那是我們彰化醫療界聯盟 在一次去臺北立馬園開啟診會之前 請他幫忙拍的 他就去我們醫院張基區找超常人的影像 拍了這段影片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墨內圖也很喜歡畫這裡 他在同樣的場景發了很多類似的畫 就是民國倫敦的藍橋 或者花鐵橋 背景都是有很多眼衝 當時對工藝的想像 他是帶來進步 可以帶來人類的一個發展 那我想現在很少人會發這樣的景色 像是有人不太會去高雄的演化 這樣嚴重的形色 那過去倫敦有一個名稱叫霧霧 那一年裡面大概有三個月的時間 都是煙霧平安的樣子 那霧霧的來源真的是自然的 其實不是 現在倫敦大概一年裡面大概只有十天 是煙霧平安的樣子 那在過去就是這樣子 這個車子比較有人拿著手電筒 然後就去指引他怎麼走 那到了有同一年 1956年12月的時候 倫敦有一個禮拜多的 整個是煙霧平安的 非常恐怖 那我看日本書裡面講說 恐怖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戲劇院都要關門 因為你坐在觀眾旗上是看不到前面 那很多人回家會迷路 因為找不到自己的門還好嗎 那在那個禮拜之後呢 一個月內就死了多少人 後來統計是一萬兩千多人 所以那叫做櫻桃倫敦的毒物解難 把所有的棕木和棺材都消耗完了 所以就讓人們驚覺到 從事實際上 空氣的骯髒是這麼恐怖 此外則說過 人幾乎便是不出自己所製造的紅燭 所以這個情人 只要這樣子一個會帶著重招 那寵物都要帶著重招 那的話很危險 所以就小朋友到了這個 首相官邸前去抬抗議 希望把這個通氣變好 所以在四五十年前 英國就開始建立了所謂的 清淨通氣法案 那清淨通氣法案之後呢 其實後來在我後面會提到一些研究 二、三十年前發現其實 當初管制的一些項目 還有一掃零的叫PM2.5 那PM2.5其實在台灣已經也有學者 也就十幾年了 我們算在亞洲裡面算是蠻前面的 不過一直沒有得到大家的重視 什麼時候得到重視呢 大概就是在反普光石化的時候 那時候馬英九總統去彰化一屆 同辦的一個網工參會上 在昨天看到怎麼這麼強 2011年4月4號的新聞 這時候 我們的彰化的以前的 環化聯盟的理事長 林士賢安德壽醫師 他在主持台上面 當初跟總統講好說 要上台的話要統一簽署 就是不讓國王什麼要帶著你的證明 後來他拒絕簽 然後林醫師就很生氣 在台上罵說 這就是馬英九 這就是馬英九 沒有擔當的馬英九 沒有LP的馬英九 結果後來就引起輿論罰難 說這個林醫師爆出頭 當初還蠻瘋瘋瘋的新聞 先看怎麼這麼巧 在三年前 不過先知總是寂寞的 我們看看最近的野版的運動 在網路上看到這個 八面九這個牌子 現在好像不會引起大家的倡議 所以那時候 法總統在記者面前就承諾說 要制定PM2.5的台灣規範 所以現在已經制定了規範 那這個問題 會得到大家的重視 其實跟中國也有關係 中國也很嚴重 這位假如有機會去中國 去上台去南京去北京看 他們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 他們會重視其實不是人 還是因為影響到經濟 所以現在中國共產黨 非常的重視PA2.5的地體 常常會有類似的新聞 那我接下來就講一些 PA2.5的對健康的影響 那最早的一個研究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這個人 這個人叫帕奔 帕奔 他在1995年的時候 就跟了這篇研究 他研究多少人呢 55萬人那麼多 研究的期間是1982年到1989年 那現在很多都是引用他的一些數據 來看看他得到了什麼結果 他重視看這四個項目 我們先來看橫走 橫走就是PM2.5的濃度 從這邊0到這邊20 那重走就是他發生疾病的相對維生性 我們來看看 PM2.5 每上升死單位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 他在全死因會慢慢的增加 PM2.5上升以後 全死因就是不管什麼原因 就是死亡原因都會增加4% 那在性血管疾病方面的話 會增加6% 在肺癌方面的話會增加6% 那這是全部其他的 然後就是蠻人之一 所以這個其實不重要 最主要增加的就是 心血管疾病 跟肺癌 這兩個問題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他是沒有預值的 什麼叫沒有預值 剛剛你們有提到 我們現在 國家標準是定到 年平均是要在15 15 維克 美幣方公司 以下 可以 可是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15以下 他其實還是線性關係 也就是說 他其實是越低越好 所以現在 標準最嚴格的是WHO WHO其實定在10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環保局討論說 要定標準 定到多少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希望他定到10 因為歐盟現在已經在討論 是不是他們現在的標準 要擦修 修到10 那目前台灣還是定在15 不過那是 希望到15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現在離事務的標準還很遠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一天 那之後其實有很多 非常非常多的類似的 而且非常大規模的 長期的研究 來看類似的問題 都得到類似的結果 這些研究 甚至人數高達1320萬人 能快樂增進去台灣差不多了 時間長達18年 所以他的研究所謂的證據 是非常高的 大家看的東西 其實在前一天是很類似的 包括全死因 心血管疾病死因 跟肺癌的死因 所以最重要的 PLA 2.0造成的 長期以來的危害死亡 就是從心血管疾病 包括心臟病 中風 心肌疹症 肺癌 也就是肺腺癌 死亡率都會增加 這個已經派脫研究 已經證實這件事情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 非反駁的地方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WHO的組織 叫做國際癌症研究集中 IARC 他已經把PLA 2.5認定為 一級致癌物質 現在是所有造成肺癌 肺腺癌 環境的因子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危險因子 就是PLA 2.5 這是在去年 去年底的時候 就確定的事情 我們來探探兒童的情況 在2002年的時候 WHO曾經有報道 他說 全世界5歲以下的兒童死亡 原因裡面有四分之一 人不見他人不安全的環境 那麼探探是哪些因素 直接包括不安全的飲水 我想這個非洲 因為不安全的飲水 死掉很多人 台灣應該是不太會 再來是 室內風氣污染 在台灣過去四五十年前 在室內燒煤酒 現在也不太會 那牽中毒 牽中毒 在很多落後國家很嚴重 再來就是室內 室外通氣污染 再來就是氣候變遷 所以在台灣來講 氣候變遷是大家都跑不掉的 那對台灣來講 最重要就是 室外通氣污染 所以有些很有趣的研究 媽媽從一把運開始 就背了機器 那這個機器就會一直 收集它 在附近的通氣 然後可以知道 他媽媽的通氣體質怎麼樣 他們發現說 其實從懷孕開始 就會影響胎樓 它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它會造成這些胎樓 出生以後 在三歲到五歲之內 他得到異位性體質的機會會增加 會有不明性體炎 氣喘 或者氣喘會變嚴重 發作率會上升 甚至會容易早產 會容易出生體重過輕等等 雖然的體育也不是體重比較輕 所以在小孩子跟孕婦來講 是所謂的PM2.5污染的異獸膽固群 我們看看線上有 這是昨天我才從網路上翻頭下來 這邊有一個網站 叫世界空氣烏干 就是real time的空氣質量指數 我們來看 在北美洲是很擔心的 所以最髒的地方 才是在揚州 在北亞、中亞 我們來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是台灣 台灣最嚴重的還會跳出來 所以今天很有氣氛的 我們來把它放大看看 這個159在哪裡 159就在這裡 昨天晚上的時候 嘉義是昨天全台灣 那個時候 大概11點左右的時候 第二年五全台灣最大的地方 剛好就是在嘉義 這位可以看到嘉義的洞邊就是玉塞 這是我們最後換的片 正洞邊就是玉塞 這是不同的學者 等一下會看到有不同的學者 這個是有一位 中興大學環工所的莊比田教授 他因為關心PM2.5的議題 所以台數到 大家有聽過這個新聞 到了現在已經台數都敗數了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他也就整理出來 在1960、1970、1990年代 我們來看北中南有什麼不同 在1980、90年代 其實最嚴重的是在台北 紅的地方 到80、90年代的話 中南部就慢慢變嚴重 北部改戰了 本來橘色、紅色是比較嚴重的地方 那要變成黃色、紅色 那中部就增加了 南部也越來越增加 所以目前來講 最嚴重的是南台灣 再來是中台灣 再來是北台灣 我碰過99%的人 一般人民加入 沒有注意過這個議題了 大家都還是有錯覺 認為台北是最嚴重的 其實最嚴重的 其實最嚴重的 現在就是所在的 高低低區 而且那不是一直都這麼嚴重 也是這三、四十年來 才越來越嚴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就是從1980年代開始 中部有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中東業 我們倆會提到 那我們來看 台灣的肺腺癌發生的機率 這裡為什麼要講女性呢 因為肺腺癌 PN2.5造成健康的肺癌 刺除肺腺癌 那跟吸菸造成的 臨床上的細胞癌 是不一樣的 那女性又大會沒有吸菸 所以我們來看 女性的肺腺癌 是我們是說 跟她環境因素生有關係的 那當然除了二手年之外 還有 場賽沒有用於昨年期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吸的東西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 莊老師他記得 2004到2008年 女性肺腺癌第一名的是在台北 為什麼在台北 因為這個效應是會延後的 在1970、80年代 那時候最張的是在台北 不過現在來看 第二名是台中 那第十名是高雄 我們可以預期 再過十年、二十年之後 台北會到後面來 高雄、屏東會到前面來 肺腺癌以後一定是 但是南部是會離中部 每部要多 那這個是2009年的新聞 很多名人 他們我相信都沒有吸煙 而且沒有接觸到二手年 可是都得到悲癌 而且都是屬於肺腺癌 包括這些人 包括我們的蕭萬長 當初他是立主 要戴古光石化的 還有 還有林百里、陳定南、 魯秀一、到哈肚、 善國喜、春月、林中南 大家可以想想看 最近有一位 裡面有 叫做鳳飛飛 他也是沸騙案 那這裡的新聞還好 這個醫師說 跟風氣污染有關 這位以後可以做新聞觀察 有的醫師 還是只有講到戲演 他不懂幾言二年 那這位醫師就不錯 還有知道風氣污染的問題 那 中部到底有什麼大的工業區 其實中部最重要的就是 台宿六勤 台宿六勤 在國光石化 被宗室掉前一年很出名 因為他那一年 停去燒熱十幾次 那其中有一次燒熱之後 過了一兩天 第二年午最大的地方 就是在嘉瑜 因為他會飄過南、落下南 所以就活在嘉瑜等台南這邊 那以東衛來講 國內做得最好的就是 這位台大東衛所的 他在雲林的沿海地區 已經做了連續四年 因為六勤所在地 是在賣療 所以他就是在比較 賣療附近 包括台西 跟比較遠的雲林地區 市場跟湖北 來看看 這三段時間 從六勤之前、六勤之後 跟六勤全部產能 看出來這三段時間的變化 發現說 賣療台西他的癌症 例如肝癌、全癌 還有全部的癌症 他的增加率是這樣子 另外比較遠的地方 增加率是這樣子 明顯在賣療台西附近 因為 民眾得到肝癌的上升 比其他地方要到處很多 所以他就整理這個圖 所以在賣療台西 包括全癌 所有的癌症、肝癌發生率、血癌發生率 直接跟其他國家做類似的研究 那比較遠的地方 就是影響比較少 莊教授 利用環中的方式來做研究 他發現說 六勤中葉區 排出來的這些 菸層 可以推估出哪裡的模式 它會落在哪裡 它其實會往南邊漂 東北基工廠會往邊漂 而且會集中在丘陵地區 所以大概這些地區 那右邊這個圖 就是 南性的 全部癌症發生的變化 紅色的地方就表示它是增加的 綠色就是減少 所以它跟六勤 營運之後 我們癌症增加的數字 是蠻接近的 那六勤也會排放代曜星 代曜星會漂的地區 跟我們癌症發生的機會地區 增加也就是有關係 那所以六勤是一個 中部也很大的 一個排放TN2的來源 那另外一個來源 就是這樣你們有知道的 就是這個 台中火力發電廠 台中火力發電廠 曾經在某一年 拿到世界第一 就是排放二氧發炭 最大的一個火力發電廠 那其實我聽學者講說 這個基礎 是可以燃燒天然氣的 而且它 它燃燒天然氣的成本 增加的絕對不算 因為可以減少一些生命 我們看看未來要怎麼做 現在台灣已經定的標準 定的標準 現在全世界來講有兩個國家 包括現在台灣 美國和日本 定的標準是最嚴格的 就是年均值要在15 日均值要在35 那WHO其實建議年均值在10 日均值要25 很希望以後要往下修正 那美國其實也不是一開始就定 它在2002年是定15 到2006年所謂的家業標準 是定了15 等35級 日均值又降到35了 所以現在台灣定的 是跟美國 日本是一樣的 年均值15 日均值35 美國環保署有在2001年 曾經做一個報道 它這樣子定了之後 到底有什麼影響 其實是很划算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雖然會花一些成本 它的成本是 是 是 是這個樣子 不過它得到的收益是這麼一大塊 所以它的效益比它的成本要多很多 它的成本從哪裡來 主要就是從健康委 還是介紹 開始 所以環保署 美國的環保署 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個單位 美國環保署 訂了這個法案之後 其實一開始被工業單位 碰到 碰到說 訂了太多 後來環保署 美國環保署 是打贏了這個官司 那在台灣其實環保署 都是跟我們NGO打官司 跟他們不太一樣 那 這個是它的一個 這個整理 就是美國環保署 為什麼會造成收益 主要的還是健康的問題 那在2010年的時候 它會因為 細權不為例死亡的人數 在成人來講 就因為法案制定之後 會減少了16萬人死亡 那這個效應會累積 危害效應會累積 改善之後的 有益的效應會累積 它預計到了2020年的時候 它會減少23萬人的死亡 那除了財政死亡之外 嬰兒死亡率也會減少 然後慢性肢氣管 心臟病氣痰 急症的人數 因為小朋友生病 沒有去上學 沒有去請病假 然後因為這個 員中自己生病請病假 或者是要陪小朋友 要請假 這些都是可以算出成本的 所以這些標準定言之後 其實是非常划算的 因為它可以減少很多生病 那台灣有一段法律 當然我們也有提到 所謂總量管制 台灣有的叫做 通緝污染防治法 它在1988年就通過這項法律 可是裡面有一條 說可以定定總量管制 就是這個區域 假如污染頻道而已的總量 就不能再增加新的污染 可是這裡面的12條說 這個總量管制 就是必須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經濟部 所以因為這條 就從來沒有實施 因為經濟部就從來不會答應 所以就沒有指定總量管制 所以我們現在 還會有什麼樣的新聞 這個是這禮拜才知道的 台肥四肢一百億 在新竹打造台灣六本 它就是在把新竹的廠 要結束掉 它在全台灣的肥料廠 都打算結束掉 因為那邊可以做別的開發 要集中到哪裡呢 它要在台中的 台中黨工業園區 建造台灣最大的肥料廠 這個是我這禮拜才知道的 所以那個肥料廠 變成台灣最大的 它要跑到 那我聽台中 台中環保局的一位上課長跟我講說 現在全台灣很多 基隆港工業園區的廠 都想 還有一些其他地方的 都想先來台中黨工業園區 因為那邊還有很大的土地 所以我們中部 有可能還會再增加這些 固然的開放 那這是昨天的新聞而已 那個六星問題那麼多 它一直還想要破廠 還好我們有 一位陳老師 每次都很熱心的會去 把它擋下來 我們來看看排數怎麼說 並次增產不增污的原則 所以它要增產就是不會增污 這就很奇怪了 這種邏輯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它說謊 第二種就表示說 它增產不增污 就表示說現在的污染太多了 為什麼現在就不減少污染 要增產的話它就減少污染 因為它要投資成本 一定可以做得到減少污染 可是它不會做 因為我們沒有去要求它做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修法 刪除總量管制 必須會同心應付的討論 那現在有些地位也在努力當中 另外一個 我們通氣污染 沒有這麼快可以處理好 那怎麼辦呢 只有現在的小學方法 可以減少你的危害 那這個是大家已經公認了 你的預防危害的方法 就是看通氣品質 那我們通氣品質到了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要減少外出 減少外出做激烈運動 甚至完全不要外出 然後這具體的 是不是醫受感受 是不是孕婦小孩 或本身就有進去軟疾病的人 來做一些管控 不過這個管控的標準 是所謂的AQI 是Air Quality Index AQI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環保署的網站 剛剛裡面有秀 它並不是用AQI 它是用PSI 這兩個有什麼不同的 PSI只有碳PM10 就是碳比較大的微粒 沒有碳PM2.5 所以為什麼當明明講說 這看起來是王燈 為什麼上面又秀魚的 說要小心PM2.5 因為PSI是沒有把PM2.5把它納入的 這就很奇怪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手機的APP 都可以看到台灣的HUI 就用環保署的現有資料 就馬上可以算出來了 那為什麼我們環保署 不把PSI展成HUI 這就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 不過也是一樣 因為這禮拜我去台中市的環保團體 開了一個 開與環保團體的一個作產 我有提到說 要訂立一個機制 來要小朋友 不要在空氣污染後出去運動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現在已經有個機制了 叫做 這級學校應應空氣體質惡化 處理措施及緊急應變作業流程 可是這個流程是用PSI來探討 他這麼說 現在環保署一定要把PSI 改成HUI 因為那是立法委員 在通過他的預算的時候 附帶決議的要求 所以他說其實不久將來 應該就快要改了 我想這個動作非常慢 假如這個環保署的官員 是我們三化基督教醫院的員工 或者是台積電的 以下的一個 部長的話 他在講的會發癒掉 這個能講的 為什麼要湊那麼久 因為我們從PSI來探的話 就可以把1.2.5的一個位置 把它很容易的探出來 所以我們繼續要求把PSI來探討 那英國發現 毒物結難之後 他們發現這個工廠的問題之後 他們其實是開始要拆掉 輪斷出現的煙囪 所以希望台灣有一天 很多煙囪也可以拆掉 他們也遇到 產業升級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新聞是2009年的時候 台宿在德州廠爆炸 爆炸以後 死了一個人 而且造成多污染 那美國的法律 判台宿必須要支付 一千三百萬美元可警經費 所以這個是靠法律 可是大家知道說 台宿那一年燒了十幾次之後 我們余齡縣政府 依據台灣的法律只有罰三十萬 而且罰了兩次 最後 台宿 不能一罪了他 最後只有罰一次三十萬而已 而且是台幣有 一千三百萬是美金 台宿為什麼吃得那麼開 這是我收集的新聞 009年 這是政治獻金 台宿一年稅後就賺了一千三百多億 幫交稅交了三百多億 所以他只要捐了幾百萬 就滿年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 東名要施壓 這是我去年上海開會的時候 在飯店裡面看到電視新聞 在東名要施壓 在東名要施壓 中的網站上 發布全國二十四小時 空氣污染系統條件 預報圖 以遵守有力於 空氣污染物積水 破散和清除為可的意見 同好到迪卡划算的6个等级,像这些天,风很大,基本运度也很高,不利于污染物的拒绝,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这几几天,大陆区的扩散都达到1-2,最想有利于控制污染和扩散的条件。 对专家介绍,发布空气污染迪象条件预报,迪象部门会依据很多基础迪象建筑,包括风力、降水量、大气和硬程物等。 接触的污染物扩散等级,在预报图中用不同颜色表示,将一级和二级制预设所不改。 这就表明接触地区的地区的地区条件,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侵蚀、扩散和精神。 相反,如果颜色为橙色、红色至于深红色,特表示地区条件无利于,反不利于,甚至一不利于污染物侵蚀、扩散和精神。 所以,他的新闻有点展开,因为我们都一直要求说,我们的气象预报要报1月2.5危害,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他们看不懂就会想说这到底是什么,这会去关心,或者是看到这个就知道,我第二天就不能出去做激烈运动。 所以,为什么在极权中国之下都有在报,为什么台湾都说不到,所以有点展开。 那伦敦在经过服务结案之后,他们现在空气变得很干净,他们现在2010年已经在一个自行车的高速中心,全部都是走自行车的,他们每一年会有这种裸体骑自行车的活动,骑自行车也需要干净的空气。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在马路上骑自行车,其实都有点怕怕的,它骑的当中,其实都会吸到很多长东西。 那这是最后一章,这是在2010年最后有的新闻,说在嘉义看到了玉山人,嘉义是眺望的玉山集群,因为那时候气候是气象条件的关系,下水气候,跌2.5,本来能见度10公里的变30公里,印证了陈辰波1947年的画作玉山缺际。 所以,这个竟然变成新闻了,我们来看陈辰波在1947年画的,二月画的最后一幅画,那时候可能是英文一样,而且是在他嘉义的院子里面画的嘉义寺,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随时都可以看得到玉山的景象。 1947年2月是他最后一幅画,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是最后一幅画,就是他最后一幅画,1947年。 那今天报道就到这里,那嘉义主要来源应该都是被中部,我来自中部的我,他来自南部的命令陷害的。 所以要是以后,中部跟南部有什么扩长的行动的时候,需要叫一个伙伴一起去协助去谈谈,尤其是,比较没有利益充足的两位相关的官员,其实都可以去说话了。 因为有时候,云林县政府很怪,我们常常去注意它,他们中央的地方都提皮车,中央说你云林县政府可以罚,云林县政府比如说你中央应该罚,那奇怪,他们俩都不罚,叫你去罚,叫你去罚。 所以,嘉义能站出来的话,会对以后,会应该能够到处。 报道简介。 谢谢大家。